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 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认识属灵的恩赐 我想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所论到的哪些属灵的恩赐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一开始 他就说论到属灵的恩赐 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 他说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 是扶持哑巴的偶像 他知道当时哥林多人未信耶稣之前 他们是去扶持偶像 但是他们现在信了耶稣了 他们就是要侍奉神 而侍奉神就是要领受圣灵所赐的属灵的恩赐 因为属灵的恩赐是为了叫人侍奉神 那么领受属灵的恩赐 有哪些属灵的恩赐呢 保罗就在第七节就开始讲了 他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是要叫人得益处 圣灵显在我们身上 叫我们得哪些益处呢 以免来说我们领受圣灵 我们就得到神的生命 我们就成为基督徒 成为圣徒 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将来就能够承受 圣城新耶路撒冷为基业 我们也可以享受父神 圣灵在我们里面 但是圣灵显在我们身上 还要叫我们得一样的益处 就是领受属灵的恩赐 而保罗接着就开始几例子说 有哪些属灵的恩赐呢 他说圣灵叫这人蒙 圣灵吃他智慧的言语 第一种的智慧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呢 是重在神给某一个圣徒 他有这种智慧的言语 不是指属地的智慧 是属天的智慧 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说的 在完全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 但不是这世界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不是这些有权有势之人的智慧 我们所讲的 是从全神所隐藏 在万事之前 叫我们得荣耀的这个智慧 神所隐藏的这个智慧 有关神永远的智慧 要叫我们进入荣耀里的 有关神的心意的这个智慧 半句话说 是传讲神的智慧 传讲神丰富的话语 这是有智慧的言语 先知讲到就有 有的是领受这方面的智慧 还有叫这个人 第二个是得知识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就是 圣经所讲的还不是世界的智慧 他所讲的是属灵的智慧 是圣经真理要道的智慧 就像彼得后书所讲的 但愿你们在基督耶稣的恩典 和智慧上有长进 这是属天的智慧 圣经真理智慧 这种在教师的恩赐 教师的恩赐呢 他传讲主的话 把圣经真理解开 就是种在有智慧的言语 传讲主的话 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 需要求主兴起更多 有智慧的言语 有知识的言语 让圣徒们能够都在 自圣的真道上得着造就 这些恩赐 还有 又蒙圣灵赐他信心的 另有一位 蒙圣灵赐他信心 信心的恩赐呢 就是他对主很有信心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活 都需要对神有信心 西伯来书第十一章 论到在旧约时代 所有的神重用的 不仁实力们 他们成为信心的见证人 他们的一生在困境中 艰难中 逼迫中 甚至面对殉道 他们都是因作性 所以他们是一般 有大有信心的人 那么今天我们每一天 生活都需要因着性 但圣灵就特别赐给那些 一直信靠他的人 就有一个信心的恩赐 所以在他们身上 有一个特点呢 遇到什么事 信靠神 教会历史上 有位神用的仆人 叫做莫勒 莫勒先生 他就凭信心办了 许多孤儿宴 凡是信靠神 所以教会中 若是更多 有信心恩赐的人 就会经历了 更多神的大能 叫弟兄姊妹 都有信心 信靠神 还有 他说呢 又叫一人 能够医病 就是有医病的恩赐 医病的恩赐 不是人人有的 历史上 神重用的仆人 宋尚杰博士 大步道将 他步道会完了之后 哇 很多病人来 他奉耶稣的名 一个一个按走医治 一个一个的医治 就像死路时代 保罗 哇 福音传到哪里 有时候病人来了 奉主的名 病就好了 这就是 有医病的恩赐 但我们要知道 神迹奇事的大能 都是为着 见证所传的福音 多数是为着 见证所传的福音 叫人回改信主 还有 又叫一人行义能 义能 就像 主耶稣西日 平静风浪 面对大风浪的时候 平静风浪 主耶稣 掰饼给五千人 吃饱 这就是行了义能 这就是这个义能 又叫一人 能做先知 先知是重在 先知讲道 先知讲道重在 启示 很有启示 就是启示光中 明白神的话 然后把神的旨意 发表出来 来针对 那个时代的需要 所以先知的信息 是时代性的 是把人带到神面前 把神的心意 带到人当中 很硬实的 先知讲道 教师的恩赐 是重在 像尤所书 第四章所说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使徒的恩赐 他是重在 这个传福音 建立教会 这叫使徒 传福音的恩赐 是仅仅不大家传完 但是没有去建立教会 这是传福音的恩赐 还有先知的恩赐 他是重在 传讲主的道 先知讲道 马上要启示 教师的恩赐 是重在教导 把已经启示的系统 神学系统真理 教导的教人明白 教人容易明白 教师的恩赐 然后这个牧师 牧师的恩赐 是重在 用牧者 就是除了牧养 照顾群羊 喂养群羊 还有传讲主的话 用神的道 去供应圣徒 牧养圣徒 牧师的恩赐 这个牧师也会是 牧者的恩赐 然后回过头来这里 又有做先知的 又有辨别诸灵的 辨别诸灵就是 它能够分辨 这是处于圣灵的 这是处于邪灵欺骗的 不会受撒旦欺骗 辨别诸灵 末了世代很多异端 我们需要教会中 有辨别诸灵的 能够分辨 还有呢 有的是方言的恩赐 有的方言的恩赐 方言呢 是说起别国的话来 就像使徒时代 五旬就到了 圣灵浇灌使徒们 使徒们给圣灵充满 就说起别国的话来 所以方言是 见证神的大 他们在那边 传讲见证神的大 同时呢 还有方言 就是不懂得 那个地方方言 他给圣灵感动 有人讲方言 他就把它翻译出来 这是翻方言的恩赐 但我们要特别留意 保罗在本章最后面说 神在教会中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一直讲 讲到最后才是 说方言翻方言 所以方言不是最大恩赐 这是众恩赐中最小的 并且呢 说方言 不是每个圣徒都要说的 若是我们说 每一个基督徒在教会里 都要说方言 那就错了 因为保罗在这一章里面 接着就论到 身体只有一个 他说基督也是这样 身体只有一个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而这身体上 有许多的肢体 而每一个肢体的 功用都不同 有的是手的用处 有的是脚的用处 所以圣灵给每一个 肢体的恩赐不同 恩赐所发出的 功用都不同 若是全身都是手 身体在哪里呢 变成是怪物 所以基督的身体 圣灵安排这个身体 有的是 先知讲到恩赐 有的是教师的恩赐 有的是治理事的 有的是帮助别人的 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提到的 是治理事的 是怜悯人的 是关心人的 是服侍人的 是各种恩赐 治理的 但是教会负责行政的治理的 有的是服侍人的 怜悯人的 去甘心的 是各种恩赐 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 若是 所有基督身体的 肢体都是讲方言的 那么那不是各肢体 那变成一种肢体 所以 今天我们要留意的 是圣灵 由主权 把各种恩赐 分给各人 那么圣灵分赐恩赐的 目的是为着什么呢 是为着 建造基督身体教会 是为着侍奉神 所以他 是恩赐给圣徒 是叫我们侍奉神 不去服侍亚巴的偶像 全心侍奉神 同时侍奉神 具体的摆在教会里面 因为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 一个肢体 所以我们要 彼此服侍 在彼得前书 第四章那里 就特别提到 个人要照神所赐的恩赐 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赐的 好管价 主给我们一份恩赐 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 是为着彼此服侍 服侍圣徒 服侍教会 尽忠的 殷群的 把主给你的一份 用在教会里面 然后呢 就彼此服侍 来做神百般恩赐的 好管价 而这个服侍 就等于是服侍主 服侍圣徒 就是服侍主 服侍在 摆在教会里 就是服侍主 所以呢 人人照着神所赐的恩赐 来服侍主 那么 圣徒如何能够 领受圣灵的恩赐呢 首先我们知道 恩赐从何而来 恩赐第一 从重光之父 雅各书第一章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 全辈的赏 都从重光之父 那里来的 在他并没有改变 并没有转动的影 所以一切的恩赐 都从父神来 而父神的 一切丰富的恩赐呢 是借着他爱子 耶稣基督完成 十字架基文 绝对说 复佛升天 就把各样的恩赐 赐给人 以赌所说 第四章所说的 耶稣完成 十字架基文 他升上高天 掳掠了仇敌 原文是掳掠了俘虏 所有未信主的人 原来是成为 撒旦的俘虏 全世界握在 撒旦的手下 但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 把撒旦手中 所有俘虏夺回来 叫他们信主得救了 然后呢 把恩赐赐给这些 夺回来的俘虏 赐给他们 所以主复佛升天 得荣耀的时候 赐下圣灵 就能够赐下 各种属灵的恩赐 给所有的信徒 我们是盟主救赎回来的 然后他所赐的 由使徒先知传福 我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赐下各种的恩赐 是为着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去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 恩赐是为着建立教会 不是为着圣徒各恩 然后具体实行是 绝出成全救赎 借着圣灵 所以圣灵就按自己的意思 把恩赐赐给 教会中每一个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 如何能够得到 属灵的恩赐 我们必须仰望父神 联以基督 顺从圣灵